已有16年經驗的梁醫生 離開澳洲回香港 到瑪麗醫院急診室工作 她14歲已移民到新西蘭 畢業後在新西蘭和澳洲執業 今次回香港以有限度註冊 在醫管局工作 正是準備下星期考執業試 希望獲得正式註冊資格 她坦然作為一個有十幾年經驗的醫生 要由頭再做實習生 令她要反覆思考是否值得留下 如果我真的做了十幾年醫生 要做回頭一年做的事 我會覺得你要我做一天 我也會覺得很困難 何況要做六個月 她已經減少了 不過要做六個月 時間又長一些 薪金又低一些 要學會怎樣做一個醫生 其實我在那邊 去到級數是去教其他醫生 我可能不會做教育 如果要去到那一步 我可能可以回到澳洲做也行 她希望醫委會考慮 已經在本港工作 而有經驗的海外醫生 可以豁免實習要求 六年醫科 你出來做訓練 那些時間 其實是外國幫你給了 那你如果真的請到我們回來 其實是可能省了政府很多錢 有限度註冊醫生的安排 是輸換本港醫生人手的措施 但是到現在 有近半醫管局有限度註冊醫生 已經離開香港了 在那邊 在那邊 我們去做訓練 有限度訓練 那些人 有限度訓練 我們會看 有限度訓練 有限度訓練 我們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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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